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微信朋友圈里呢 除了流行晒旅游 晒美食 晒娃 还流行晒运动 用手机来记录每天行走的步数 跑步的里程数 以及消耗的卡路里 那今天呢 我们请到现场的这位嘉宾啊 还可以让你快速地 打入你周围的运动圈子 去结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他是谁呢 一起来认识一下 从观看体育赛事 到参与继部排行榜 从专业健身房 到休闲的公园广场 运动健身无关年龄 不分性别 正在悄然改变着 人们的生活方式 成立于2010年的 运动社交平台股东 通过数据 内容 增值服务 赛事运营等服务 来鼓励人们 形成良好的运动习惯 目前涵盖跑步 健走 骑行 冰雪 等多个全民运动项目 股东创始人申波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硕士毕业 曾在斯科 阿尔卡特 诺基亚等公司 从事研发 架构主管等工作 2016年5月 股东完成5000万美元C论融资 同年年底 用户超过8000万 运动团超过10万个 马拉松赛事 骑行赛事 超过150多场 每天需要响应 来自全球207个国家的 数千万子运动需求 有请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 孤东创始人申波 有请 申总 您好 欢迎您 申总 您好 申总 平时就是这样的运动风吗 平时的穿衣服 是的 是的 唯一一次穿西装是结婚的时候 听说你在你们这个居住的小区里面 组建了一个小的跑团是吗 对的 现在已经发展了100多了 活跃程度高吗 我们仅限于是说交流一下 跑步心得 组织一下活动 作为孤东的创始人都不跑了 你让大家还怎么参加呢 其实我也在跑了 因为我现在有一半的时间在北京嘛 所以说我准备把我的那个团长责任 转交给我另外一个朋友了 他们知不知道 你就是孤东创始人呢 不知道 有没有吐槽过你们孤东 正是因为大家吐槽 我们这晚间才能不断地进步嘛 所以我也很虚心地说 欢迎大家吐槽 相信会有很多的故事 可以和大家来分享 那么接下来的舞台就交给您 好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郭忠创始人声波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创业是一场负重的长跑 我创业已经七年了 对互联网创业公司来说 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了 大家看现在我在台上 可能还能给大家聊聊天 其实在几年前 这是无法想象的 某种意义上说 我是有点点自卑 或者是一条社交恐惧症的 玩得好比较好的朋友 都是那种非常优秀的 我妈每次跟我讲一下 别人家的孩子成功多好 对不对 所以对我的心理压力还是蛮大的 后面读学研究生 经过自己努力 我觉得也考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对我的自信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我始终想做一些 体现自己个性的事情 有一次我就和同学去玩 发现上海很多超市里面 都有那种自动存包的柜子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个类似的东西 或者做一个更好的东西 来弥补这个西兰地区的空白 但是我们毕竟是学电子的 做不了那个铁壁柜子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当时就找了一个加工厂 来做这个柜子 还忽悠了这个老板头了 我们不算 大概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把这个产品开发出来了 就找了我们当时的第一个客户 其实成都有一位叫 王福晋影城的 最开始是投一块钱硬币 打出个密码 然后你带着密码条 就去看电影了 等你出来之后呢 输入密码 单框打开了 然后你把包取走 最开始这个产品呢 系统不稳定 要么就是运户忘记密码了 突然那个密码纸卡住了 那怎么办呢 也得找我呀 所以那个时候我长期住在电影院 有时候最晚场都是那种 可能到一年钟才会结束的 我特别害怕先到手机响 因为一手机响就代表说 这个设备又出问题了 天哪 半夜12年 我得打车到那种电影院 去把包全部处理掉 虽然说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在快速的发展 成都 重庆 包括绵阳 这一系列城市都有我们的产品 到02年末的时候 差不多我那个时候严峻毕业了 工厂的那个 就也是我们的合伙人 他说第一期资金不够了 我们需要用以股东名义贷款 再借给公司来用 我们主要是研发的力量 来加入这个团队的 如果你背负几十万的债 我觉得压力还是挺大的 后面我想一下 我觉得我还是坚持力不太够的 我们当时几个同学就放弃了 第一次创业虽然失败 但让申波明白 创业是一次长跑 他必须为此做好充分准备 研究生毕业后 他进入多家500强企业锻炼学习 2007年 申波回到成都诺基亚工作期间 遇到了未来创业路上的合伙人 创业的合伙人怎么找 同学 朋友 老乡 同事 但是我的创业伙伴很独特 他是我的网友 而且我们只见过一面 就决定一直要创业 08 09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经常看新闻说 某某某又是过劳死了 每个人都知道健康很重要 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坚持运动 那时候开心网特别火 大家都天天玩偷菜 抢车位的游戏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能不能把喜欢娱乐和游戏的动力 转换来促进运动这个事情上来 然后我们俩决定创业的时候 最开始连办公室都没有 然后就是找了一个公共办公室 六七个团队都在共享一个办公室 我们就分了两张桌子 然后他在这边 我在这边 最开始我们在设想 硬件产品你可以养活团队 当有人竞争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网络服务 来树立自己的竞争优势 所以基本上我们俩分工室 我来做硬件 他来做软件 做那个小硬件 夹在袖子上 然后你可以记录你的运动 当时因为移动后来 我还没有兴起 是拿个USB线 跟连到这个PC上面 数据长长去云南去了 如果遇到客户需求比较大 别动不动要一千个 忙不过来就我们俩人 那个时候我们把自己老婆 来来来帮忙帮忙 从那个时候压力还是蛮大的 全家的资金投进去了 老婆的业余时间也用上来 好处是说我们这个产品 每个月总能卖个几百个一千个 养活团队还OK了 但是没法去真正地去快速发展 然后那个时候成都 有一个创业厂的一个机构 类似于现在的孵化线 他们有一个地下富一楼的办公室 我们就准备去申请一个独立办公间 然后去参加评审 这个评审有个盛大的投资经理 他觉得这个项目很不错 就汇报给那个陈良乔 陈总 陈总就让我去上海 专门去见他 跟他聊了一个半小时 他就决定要投我们了 因为那个时候大量的创业 都是做纯互联网的 很少有人做软件和硬件 结合的互联网 我相信陈总也是看到 这种一个取捨方向来投我们的 2011年 在智能穿戴设备还未兴起时 深波尝试了包括智能秤赛内的 多种智能健康产品 并引入一位擅长销售的合伙人 在全国多处铺设销售店 这次拓展会成为 他长跑路上的加速器吗 这个合伙人后面是后面加入 做事方法上面 理念上可能都有一点不一样 他带着销售团队 一年多的时间 其实没有太多的效果 我最后忍无可忍 决定把他们全裁了 对我一个理工战略来说 这种事很难开口的 压力也很大 因为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情 但是这个整个创业过程 就是你一个压力不断加码 但是你的抗压力 你不断加强的过程 2011年我们开始做智能手法 不像现在 在深圳你可以随便找个公司 可以帮你定制 那个时候没有产业力 我们前天花了几百万 开了三副模具 才把第一代手法做出来 2012年下半年开始 可穿戴设备已经兴起 竞争对手大能力无助 第一笔钱 在经过两三年运转的时候 其实已经所剩无几了 包括内部人员 其实都有点动荡 那个时候是我压力最大的时候 我们不断地就是说 做战略的调整和转型 消费电子领域 在中国是个价格战事上 对我们来说并没有真正的优势 所以说大概是在2013年底的时候 我也当时也同步要决定 要放弃这个做硬件产品 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还是有很大压力的 合伙人都会反对 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老员工 也会反对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们认准了说 未来的服务是最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放弃 不能打造我们核心心理的东西 包括现在我们打造了 我们自己的一些生态系统 运营了一些赛事 包括我们去年搞成熟维码 有一群自动盗合的人 陪着一起锻炼 一起去玩 那你是不是更加有动物 在创业过程中记者朋友 都特别喜欢问一句话 你最痛苦的时候 或者说你最压力大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这个时候我一定会说没有 不是说我真的没有 是因为说有压力有痛苦 是常态 要直面这个压力 要享受这个压力 甚至超越这个压力 这样的话 你才能真正达到一个 成功的一个彼岸 好 谢谢大家 感谢沈总 谢谢你的精彩分享 在你演讲的过程当中 我们现场的观众 也有一些问题想要和你交流 我们一起来看弹幕 好 内向害羞的话 跟女员工聊天会压力山大吗 刚开始的时候 确实因为性格比较内向 跟她聊天是特别不好意思 最怕做的事情是什么 工作场上去说话 越人越多越害怕 以前的时候我在台上 我腿是发抖的 至少你现在看到我没发抖的吧 那我真是好奇 你是怎么追到你太太的 难道不是她追我吗 那其实我们之前 也采访到了你的员工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们是怎么说的 早期的时候她其实是比较内向的一个人 看上去就特别地和蔼客亲 你看就是一个宅男比较害羞 我们说话说 他就会扯那个树的叶子 然后我没过多久 那个树就凸了 就有没有一次做活动呢 是让他挑战那个 普朗普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华商启示录节目的现场呢 也专门为你找到了三位法律专业的辩论大神 压力好大 我们首先有请三位辩论大神上场 依次做自我介绍 正方一辩 蒋莎莎 正方二辩 陈浅 正方三辩 杨仙晓 问候在场各位 沈总你看 对方三位辩友已经就位了 好 反方一辩 二辩 三辩 声波给大家问候 一人PK三人 看来这个沈总的实力不容小觑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这个辩题是什么 跑步是装备更重要 还是姿势更重要 来选择一下你们的辩题 我来选装备吧 那你们就是姿势更重要 有请我们现场的50位观众举牌 支持沈总的举红牌 支持我们辩论大神队的举蓝牌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来统计一下数量 支持沈总的是37票 支持我们三位辩论大神队的是13票 那么先请沈总来陈述你方观点 我认为跑步装备更重要 跑步容易受伤嘛 如果说选择不当的装备 你姿势再漂亮 那一不小心摔到了 那非常的危险 辩论大神队来陈述你们的观点 我方认为姿势比装备更重要 错误的姿势很可能导致 严重的运动损伤 如肌肉拉伤 跟腱炎 再好的装备姿势不正确 一样达不到运动健身的目的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第二轮呢 要接受脑力和体力的双重考验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道具 双方便手就位 一边做平板支撑 一边来陈述你们各自的观点 还是沈总先来 装备朦胸衣装也是一个服饰 穿那个很好的跑鞋 最炫酷的衣服对吧 光是姿势漂亮 然后你的鞋呢 是一个山寨品牌 你觉得你还有心心去考步吗 很多健身教练 在做平板支撑的时候 可能会穿着一些紧身衣 紧身裤等较为专业的运动服装 但是像我这样 今天在这里穿着正装 也一样能做平板支撑 而姿势的好坏 直接决定了 你所取得锻炼效果的好坏 谢谢 沈总怎么样感觉 到你的极限了吗 应该至少还有差不多 三十秒钟到一分钟吧 这位同学貌似腰已经塌下去很多 可能是外套的人吧 但我腰抬的是蛮高的 好好好 辛苦两位了 把这个瑜伽电线撤下去 好 下面我们要进入 今天自由辩论时间 各位你们也知道 少林十八同仁阵 他们练习的第一点是什么 是练基本功 基本功也就是姿势 才是更重要的 少林十八同仁 他们是不是穿了一身 他们少林的装备 如果他不穿这个装备 你觉得他是少林十八同仁 你会看吗 沈总你想一下 让我方这个二变阿姨 也穿上十八同仁的衣服 但是真功夫没有 您觉得他是十八同仁吗 对方二变确实 如果穿上那个十八同仁的衣服 再摆个姿势 大家觉得还是很像的 跑步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当然就是追求健康 锻炼我们需要锻炼的地方 而好的姿势 就能让你达到这样的效果 为了这些智能装备 服务一定的程序 它已经可以教到你 怎么锻炼是锻炼这个肌肉 怎么锻炼是锻炼那个肌肉 好 停 我们双方交换各自的观点 做最后的陈述 明白吗 谁先来开始 纵观我方刚才一变 二变 它的核心观点 其实就是一句话 只要姿势做不对 装备都白费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那我们想想看 好像也不对 就像我方二变 刚才在做平板支撑的时候 如果说没有那条瑜伽垫 您的手然不会觉得疼吗 穿一条西装裤在那边 做平板支撑 您不觉得有点紧吗 所以说没有一个好的装备 对于一个做运动者来说 绝对是不可能的 好 接下来 盛总请开始 要保证锻炼效果 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经常也看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最高境界是什么 心中有剑 手中无剑 剑是什么 剑就是装备 只要我知识到位了 不需要剑了 那么谁会赢得 今天的这场辩论呢 决定权就交给现场的观众 支持盛总的请举红牌 支持我们大神队的请举蓝牌 错误的姿势很可能导致 严重的运动损伤 穿着症状也一样能做平板支撑 只要姿势做不对 装备都白费 一个装备可以保护力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训练你的姿势 好 支持我们申总的观众 有20位 支持我们大神队的观众 有30位 祝贺你们 申总一个人顶住了压力 我觉得此刻是不是应该有掌声呢 谢谢 非常感谢申总和三位大神 带给我们这场精彩的辩论 谢谢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论压力 在等着你 首先有请王兴萱 申总 你好 我是一名健身爱好者 跑步运动是为了健康 那在朋友圈结下图 激励下自己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有时候回到家已经很累了 然后看到朋友的步数 已经超越了自己 非得继续运动 必须得拿到第一才肯罢休 您不觉得运动在这个时候 已经变位了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运动这个行业 本身就有一个竞争的形态 比如说任何运动会 始终是有一个名次在里面 同时我们刚才提到的 我们为什么要做社交 本来你不想动了 然后看到朋友超越你了 你说我一定要超越他 他会促使你去不断地运动 之前听过一个笑话 说有一位女士 为了让自己的这个运动排名靠前 然后把自己的手机绑到狗腿上 那还有的人每天过度运动 导致自己的身体都受到了伤害 第一个就是说 只满足它第一个需求 就是荣耀的那个虚荣性的需求 但是我觉得虚荣性 只是促进运动的一个维度 更重要的是说 这个东西也要合理去锻炼 天天去做能过量的运动 我认为是不太适合的 本身的人体的技能 你也要根据你训练计划 去不断地提升 很多用户不太清楚知道说 什么是过度 什么是合适的 运动服务的公司 有必要去开发一套智能化系统 那现在你们的这个咕咚平台 有这样的一个 我们已经有一部分了 但是我们后续会加强 这整个的一个 对个体运动的分析和指导 更加专业 对 那接下来有请邱紫阳 盛总你好 我也是一名体育行业的 联系创业者 我知道在咕咚有一个 线上马拉松的竞赛模块 只要在比赛当天 完成相应的里程数 就可以被记录有效的竞赛成绩 作为一场赛事 它最重要的是竞赛氛围 那如果没有对手跟你竞争 也没有观众给你加油呐喊 感觉这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比方说北京马拉松 上海马拉松 有可能现在报名都报不上 国外的马拉松 这种参加的概率会更小 所以我们满足那种 参加不了用户的一个需求 哪怕你在你家旁边 工友来跑步 但是我系统会告诉你 同时参加这个比赛有多少人 你的速度在这个整个系统里面 你是排第几的 比如你的好朋友 远程肯定加油 肯定助威 甚至肯定打赏嘛 对不对 我们通过线上的技术 其实可以慢慢模拟线下的 一个用户体验 那申总会不会存在 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我为了得到那张 马拉松的证书 我骑自行车跑马拉松 这种有这个可能 一方面我们会加大 这个反作弊的技术 比如说你用自行车 那我可以从速度上判断你 这个人不可能跑这么快的 我们不能完全避免这种情况 但是我们尽量通过技术 去改善这种情况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 现在的比赛 它是一个自发行为的东西 为了得到一块奖牌 然后你坐在这么老鼻子劲 让他去吧 让他愿意费这么大技术 得这个奖牌 我让他去走吧 那接下来有请王俊 盛总你好 我是来自 孤东杭中西湖官方跑团的代表 孤东有一个轨迹记录的 这样一个模式 然后可以保存好多 有意义的轨迹 比如说你说情人节 讨一个玫瑰 爱心送给心爱的人 让活动更有意义一点 我特别想知道 你们团里面有成功的吗 光明面上就成了两三对 盛总你看 你间接还当上红娘了 以前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求婚是吧 你买书花就搞定了 这个不费体力 只费钱 显得更加有诚意的话 你跑一圈嘛 日本有一个人 他跑了个Merry Me 而是围到全日本跑的 你知道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 那你们未来对像王俊 他们这样的跑团的 线下社交 有什么样的考虑吗 不同的跑团 我们有不同的 支持的一些政策 比如我们有一些官方的 有加威的 组织大家一起参加一些赛事 一些活动 甚至提供一些装备 给大家这样的 而未来会做一些培训 包括一些赛事旅游方面的东西 都会全会为了服务 因为申总您曾经说过 您是一个善变的人 我们这群最早的跑团建设者 会被你遗忘 抛弃掉呢 这个肯定不会的 大家知道 公众上的跑团已经很多了 那么对我们来说 我们的跑团运营人员 其实是有限的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筑计一下规则 人形成一套 对跑友 对我们跑团的一个组织 包括对孤独 都三方有了一套体系 我们未来会想到更多的办法 比如说 我们会让更多的广告组 来给大家一些赞助 或怎么样的 和大家的利益 再做一些更深层次的 一些榜例 通过这种方式来建立 条规则来服务于大家 好 谢谢王俊 也谢谢我们的三位 青春追梦人 欢迎继续收看《华商启示录》 本节目的广播版 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济之声独家播出 随时随地 想看就看更多新闻 下载中国蓝新闻客户端 那今天请进我们演播室的嘉宾 是咕咚的创始人申播 节目最后 请他给我们留下一句话的 创客语录 有请 直面压力 享受压力 超越压力 我是咕咚创始人申播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 我们将邀请到 凡灯读书会创始人凡灯 来分享他把读书 做成生意的经历